今天的渴不渴 今天我來這邊買 要買一個脆皮 鮮奶甜點圈 等一下真的吃個 太好吃了 就叫一定要吃 等一下你看滷味 いただきます 久不見 這個100元 這樣100元 等一下看到泰南系列 真的一定要買 看得太難 看起來很好喝 但是不能調整這個甜度冰塊 我不太喜歡這個飯冰塊的 但是沒關係 你好你好 很好 這個叫什麼 可是我有點有興趣 這個 老奶茶 這個叫什麼 煎嗎 煎 買到了 包裝沒有那麼可愛 我覺得去家的煎奶還好 我覺得 而且還可以喝 看可以出一張紅豆 而且還蠻漂亮的 走路我要回家 我剛剛在那個便利店買的 這個牛奶 然後 里敦 跟這個 水片 然後 欸還笑 欸 韓國進口 年糕 黃式大醬 攤底 台灣的米客茶真的很好喝這個 這個紅茶那個 黃金爾照片 而且很可愛耶 這樣子60塊耶 現在要出去買那個雞排 等一下又開始下雨了 是 今天的那個 天空很漂亮 很美耶 喝完咧 好好喝 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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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喔 感覺快到了 但是看不到耶 很暗暗的 等一下我真的想吃雞排 等一下感覺找到了 買到了 雞排 然後 老闆剛 看到我的身體 我剛剛說 你還很秀耶 然後 直接 加一點 加多一點那個 應該是 這個叫什麼 雞塊 雞塊嗎 雞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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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剛才講 這樣子60塊耶 因為我住的 那個飯店附近的那個雞排 沒有那麼大 也要付90塊耶 有點不划算的那種 雖然我還沒吃 所以不知道這個好不好吃 但是那個 剛剛的那個老闆 超貼心 是他剛好喜歡 很瘦 等一下我 1米 176 我的身高 然後 61 左右 公斤 所以我覺得 沒有那麼 瘦耶 我覺得 等一下 很好吃 而且 在台北 台北秋香附近的 65塊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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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對了 我本來想 是那個 茉莉書店嘛 那個奧索 賣奧索的那個 書的地方 但是 那個 我剛剛查了 在台中也有 而且台中那個 就是這樣附近耶 然後 我覺得那個飯店 是那個 台中就是這樣附近 所以 明天或 後天我要去那裡看看 我先要回家 去飯店 然後 剛剛那個 阿雄店的那個 老闆跟我說 這個 褲子很 特別 老闆 還到沒 這個在日本買的 我買了 日本書 然後 這個是 49 所以 120 好便宜耶 可是很好看 我先去那個 新光三越 那個廁所好了 是我的晚餐 你看超 看起來超好吃 Event 然後 中型的話 六十一元 然後 這個 六分鐘 七元 過包 一 我的小夜 鍋包 然後 也有買了 這個 等一下 這個鍋 鍋包 有放那個香菜 裡面長這樣子 邊的 邊喝這個 然後這個 我第一次買這個耶 我在這邊那個 店裡 兩塊 你看這個很可愛 很可愛 我等一下坐那個 從這邊做 公主 然後想去那個 本家也是那邊 你看 這太美味 買到了 海中 海中 捷運 海中